我今天下巴會說你神預言 可是柯文哲昨天我必找郭董 如果柯郭河之下 柯文哲將會更強大或更壯盛 所以這是必然的 我就送柯文哲八個字 在我看他們柯郭河之後 他們這一組的聲勢會大漲 他們希望用這樣子大漲的聲勢 來邊緣化侯友誼 因為柯文哲他空軍很強大 就是他自己 但是他的入軍很弱 所以他需要郭台銘的資源 那郭台銘那麼有錢有資源 可以幫他撒鬥成兵 撒壁成軍 那所以如果柯郭河之下 柯文哲將會更強大或更壯盛 所以這是必然的 我認為他先前所謂的藍白河 那跟馬英九朱立倫侯友誼他們一起宣布 我認為那個只是表面上的 這樣子的鬧劇一場也未嘗不好 就是說讓柯文哲也要走回他自己的路 所以我就送柯文哲八個字 輸贏無論 去佩戀 就選舉應該是這樣 選舉要戰鬥到最後一刻 你號召了那麼多的白色力量支持者 那麼多的年輕朋友們要跟隨你 那你就應該戰鬥到底 議員你怎麼看喔 昨天柯文哲他就是說 他會用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拼佔到底 那之後侯友誼 他在他臉書說他走自己的路 然後早上又說 不管怎麼樣他都尊重柯文哲的決定 你怎麼看 就是現在是不是真的 你看起來真的會破局 在我看齁 他們柯郭河之後 他們這一組的聲勢會大漲 那麼他們希望用這樣子大漲的聲勢 來邊緣化侯友誼 就是讓選民去自動氣爆 所以這個是我的預測 我的判斷 那能不能達成 當然這要看柯文哲的功力